今天我鼓起勇气 说出了化疗真相 能帮一个是一个 大家好 我是中医肿瘤医生李正 化疗副作用太难受了 虽然治疗效果好 但我觉得我的身体快顶不住了 怎么办 恶心 呕吐 失眠 掉发 这些让我感到身心俱疲 如果现在放弃 那前面的治疗是不是就白做了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沈阳三甲医院中医科李正 每天在咱们平台科普一些肿瘤的知识 并不是为了当网红去赚流量 而是想踏踏实实的 给大家科普肿瘤的知识 不想辜负这一身治病救援的本领 也希望在我的帮助下 让肿瘤患者能够减轻痛苦 并且能够延长寿命 如果您会有肺癌 乳腺癌 胰腺癌 肠癌 宫颈癌 卵巢癌等等的这些肿瘤问题 可以点个关注 先或交个朋友 好了 咱们言归正传 化疗中放弃前面的是不是就白做了 当然不是 如果化疗后病人身体实在是太差 已经不能来受化疗了 那就只能停止或者暂缓化疗 如果勉强去化 这个会让病人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差 免疫力更低 更不利于肿瘤的控制 所以化疗到底做几个周期 首先是由你的身体来决定的 而不是说一定要完成多少 当然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按照医生的要求 去完成制定的方案 因为这个方案的制定 我们是按照寻证医学来制定的 肢体肿瘤治疗会议最大的 重案化疗的恶心 呕吐 掉发 我相信每位患者都会难以忍耐 而患者家属更是非常的煎熬 看着患者难受却无能为力 恶心呕吐是化疗中最常见的副作用之一 往往是一部患者难以接受预期的治疗 甚至产生恐惧的心理 从而影响疗效 而来针对恶心呕吐等消耗道反应 我们可以采用多种的中医特色治疗 可以更好的帮助患者熬过艰难的时刻 我是肿瘤科的中医理症 擅长的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治疗肺癌 胃癌 肝癌 等恶心肿瘤 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如果你有肿瘤相关的困扰 我可以帮助你